当年啊 这索纳 索纳班啊 都是非常风光的 十里八村啊 有个婚丧嫁娶的 都会盛情的邀请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 真的吹索纳还有人听吗 实话实说吧 索纳这什么意思 现在这个路子越来越窄了 因为我们家是几代的传人了 到我这一代吧 可能是社会节奏在这 你说再单独的去吹索纳很苦燥 他们门儿愿听 所以说呢 我就家里好多卖口 卖相 技巧 绝活 把融为一体了 是吧 包括跟大家互动 玩一下 他感觉就很开心 所以现在你也是在与时俱进当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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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琢磨 叫他们怎么喜欢我 怎么能接受我 接受我的表演 能吸受我的表演 别说 这何树森的表演 真的是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啊 一曲《百鸟嘲讽》当中 让我们感受到了音歌厌舞 鸟语花香 然而今天在台上又是演奏 又是搞笑的何树森 其实走过了一条崎岖的表演之路 何树森家可是真正的索纳社家 到了他父亲的那一代 已经是六代索纳传承了 然而何树森小的时候 父亲却并不想教他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儿时的何树森呀 胆子特别小 别说上台表演了 就是在人多的场合说个话啊 都不敢抬头 他爹呀 看准了何树森 根本就不是在人前表演的料 所以就劝他放弃这一行 可是奇怪的是 何树森虽然胆子小 却特别喜欢索纳 五六岁的时候 爸爸不教他 他就自己偷着练 最后竟然能够吹出点吊吊了 再大一点 他就求爸爸教他 最后父亲拗不过 就收了何树森为徒 可是索纳吹得再好 最终你得有灯台的胆量吧 于是父亲为了给他练打 制定了一整套的魔鬼训练法 每天早上五点 父亲是准时把儿子低溜起来 送到了村西头的大水沟旁边练习 说实话啊 那会儿何树森是真不敢去啊 为啥 因为听村里人说啊 那大水沟里曾经淹死过人 那会儿何树森才十岁呀 哪敢呀 不敢也不行啊 必须得硬着头皮练 所以为了壮胆 何树森是卯足了劲儿吹 恨不得十里八村 都能听见他吹索纳 别说 他这胆子越来越大了 与此同时 这吹索纳的功力也日渐精进 早些时候啊 跑场的索纳将 不光要跑红场子 还有不少白色的场子 这也是何树森最为害怕的事 大灵棚 那到处都是哭声 那别提有多压抑了 尤其是他们当地啊 还有个习俗 头天去吹完了 这晚上还得住在那户人家家里 何树森晚上都不敢起夜呀 那一憋就是一宿 作为一个索纳的民间艺人 必须得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也就是这个时候 何树森才明白 父亲让他去大水沟里练功的 用心良苦了 到了17岁 何树森在当地 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索纳艺人了 不少地方想邀请他都得预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需要索纳表演的活动 是越来越少了 何树森也觉得啊 自己不能单靠吹索纳来谋生 要再学点绝活 来丰富自己的表演 25岁那一年 他考进了 无桥杂技大世界 去学杂技